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鬼王大吼 他家供奉地藏菩萨 谁也不许侵害 前些天和酒味谋面的朋友聚餐 他心惊肉跳地对我讲述了 他去年的一次悲惨经历 从此开始相信 这个世上确实存在 有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 去年国庆大假 朋友全家自驾游 高速上遇到车祸 被一两倍撞侧翻的大巴车 压到他家的车 现场一片狼藉 地上各种残肢断体和人体器官 朋友剧痛之下 居然没有晕死过去 但清醒中 可能也已经接近将死的边缘 朋友亲眼看到 这辈子他无法看到的恐怖一幕 他看到不知从那里爬来 很多身形不大不小的厉鬼 张牙舞爪 吃地上的尸体 他还看到地上的尸体 有人的形状在脱离躯体 应该就是人的魂魄 而那些鬼怪 争先恐后扑上去脱拽这些 将要离开尸体的魂魄 现场有护天枪地的惨嚎声 令人产生一种绝望的 想要放弃自己生命情绪 这时不少恶灵也向朋友家的车扑过来 千钧一发之际 虚空中突然降下一个面目丑陋 猙獰的巨魔 浑身烈焰围绕 大声指着朋友已经昏迷的父母大好 这户人家常年供奉地藏王菩萨 菩萨留有法旨 不允许任何鬼神 侵害供养菩萨的人们 若他们生前有何罪恶 死后自有业力相报 如等恶鬼速速离去 话还未必 一阵炽烈无比的热浪 从此巨魔身上炸裂 所有恶灵瞬间被灭 朋友瞬间晕过去 失去知觉 醒来已在医院 朋友自己是不信佛教的 但朋友的父母在家 供奉有地藏王和观世音菩萨 朋友如今说起 仍然觉得惊悚不已 他的叙述 叫我想起了地藏经里的无毒鬼王 鬼王在佛前立下宏愿 要保护一切 供养地藏王菩萨的众生 不受鬼神侵害 我安安觉得 朋友那天大概是临死前 机缘到了 竟然目睹了鬼王出手 护佑善性的一幕 以至于捡回一条命 真的不可思议 编者案 文中所写无毒鬼王 或为恶毒鬼王 地藏经鬼王中 有一个叫恶毒鬼王的 这个鬼王最坏了 怎么知道他最坏 恶毒嘛 恶毒就是坏到极点了 又恶又毒 他无论见到什么众生 就想一口把他吞了 你看他厉害不厉害 他的心又恶 口又毒 这就表示什么呢 表示这种恶毒鬼王 不是对付善人 而是对付恶人的 因为恶人心里恶 口里也恶 所以只好以毒攻毒 以恶制恶 你饿 他比你更饿 你毒 他比你更毒 可是不要以为他恶毒 你就怕他 不要怕 你只要念佛 他就对你恭敬礼拜 你要是不念佛 他的称心就发作了 那么你一念佛 他就不饿了 你一念经 他也向善了 所以不要怕他 只要你能念佛 念经 能发菩提心 他就再无也不饿了 再毒也不毒了 而变成护法 为什么 这恶毒鬼王 是外线恶毒鬼王像 内存菩萨慈悲心 那里就是用恶毒的方法 来度众生 要不然 他怎么会跟阎罗天子在一起 阎罗天子也是做这事情的 虽然他的名字叫恶毒鬼王 但实在不是恶毒的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朋友